八十三面第一行 从当中看起 言 缘起得知而交印着 从这个地方开始 前面的是一段 我们已经说过了 那么这个下面 解释这一句 先约一缘起相由 后约发也 成上法术 无非发皆缘起 故缘起之法皆喊及兆 如读一尘 即全是法皆 即即兆居足 如敬明 而福敬 故能限度 这个限度进 如己一中 这个应该是个己字 就是自己的 此一尽 又如多尽之内 交相印如 一尽即而 于尽也然 我们先看这一段 前面 完全是探讨 佛法 修学的依据 如果这个依据要不真实 我们对于修学 可能就会起很多疑问 当然 也不能够达到 我们希望的妙果 这一部经 尤其是这一句 盛大愿望 蹈归极乐 重点 就是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理论一句 是我们对极乐世界 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 因为这是 华藏世界的佛法上 他们的见解 他们求生净土的依据 可以说将净土的理论一句 讲到究竟圆满 那么这一段 说明 缘起的实相 薄若经理的长江的 著法实相 没有一法不真实 没有一法不寒 一切法 华言上讲 一几十多 多几十一 一里面 是在讲的时候 绝对不止诗 戒子那虚明 不止 说到极处 真是一微尘 一微尘 含 净虚空变法界 净虚空变法界 在这一微尘里面 微尘没有大 发界没有缩小 这是非常难懂的 一个道理 当然 四项上 更是没有法子 理解了 这是佛之之间 大师 在此地 告诉我们 尘杀 法素 法就是万法 素是素量 尘杀是比喻 比喻它多 素不尽 不要说是虚空法界 就是我们小小的地球 有谁能够把它算清楚了 算精了 在地球上有多少粒沙 有多少粒微尘 有多少草 有多少花 有多少树屋 能算得清吗 这太少了 所以这一句是讲的 素不尽的 这些万法 那么这些法 无非发界缘起 这个缘起前面讲了 最重要的信息 因为信息 它才会交印 如果讲缘起 这讲不通 大里头怎么能包小 小里头怎么能包大的 大包小 我们想得通 大的可以装小的 小的怎么能装大的呢 所以我们常常说 居属在因缘生法里 所以对这个境界 没法再理解 不知道一切法是信息 因为我们迷了 所以叫缘起 迷的重的叫燃缘起 迷的轻的叫静缘起 燃静缘起 都是迷 没有彻物 彻物了 一切法是信息 信息就没有障碍了 因为自信是近虚空缘发界 大二宇宙 它也是信息 小一微成 还是信息 信息里头 信里面 没有大小 所以它能够护荣 护缘 这交印就是这个意思 故缘起之法 戒汉积兆 积兆是信的 积养常召 兆而常及 没有一法 不是这个样子 法法戒然 祝佛 也就因为看到这个真相 这是祝法摄像 看到这个真相 所以才说 大地众生同臣佛道 他成佛了 成佛他看到这个真相 真相才说 一切众生原来没有差别 彻物了 没有差别 差别都是在迷 迷了才有差别 物了哪有差别 华言上说的 秦与无秦 同缘种之 缘是缘满 种之是如来古地上的智慧 就是无上正等正确 有情跟无情 大家同时都圆满了 无上正等正确 这个往往都是我们初学的人们看了这些句子 这真是莫名其妙 怎么想也想不通 它是四色的真相 下面的举例来说 好像我们见一尾尘 尾尘非常小 不是我们肉眼能够见得到的 佛在一般经上说 乌鲁汉的天眼 能够看到微尘 微尘在这个经典上 佛有一个简单的说法 这个说法引导我们去体会 一微尘到底有多大 佛就举了个牛毛 牛的毛很粗 那个毛尖端上 有一个尘土 它的毛端上 它也是个面积 它在上面落一根尘 不会掉下去 那么这个叫牛毛尘 牛毛尘把它分成七分之一 叫羊毛尘 那个羊毛比牛毛就吸得很多 我们中国人用毛笔的时候 羊毛用羊毛的很多 羊毛尘上 那就是牛毛尘的七分之一 那么尖端上 那么羊毛尘再分成七分之一 叫兔毛尘 兔毛又吸了 叫兔毛尘 兔毛尘再分成七分之一 叫水尘 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人懂 从前的人的确 他能够理解 那相当聪明 他说这个尘在水里面 自在地往来没有障碍 我们也叫水分子 在显微镜里面也看了 地区 它就有空隙 有空间 它就能在那空间 跑来跑去 没有障碍 这叫水尘 水尘的再分为七分之一 叫金尘 金属密度就大 比水大得多 但是它里头还是有空隙 那这个微尘呢 在这个金属的空隙里面 走来走去 没有障碍 你看这个到我们近代 这个科学才发现 从前释迦摩尼佛在世 他知道这么多事情 这是的确是很不可思议 他是这个金属 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了 才叫做微尘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肉眼能看得到的 现在我们要用高倍的显微镜 才能够看得出来 才能看到这个微尘 科学的微尘非常之小 大概像现在我们所讲的 原子电子一类的 总是这一类的 那么这些东西还不是最小的 所以这个微尘还可以分 再分成七分之一了 叫色聚极微 色聚极微再分成七分之一呢 叫极微之微 佛说那不能再分了 分了就没有了 就空了 所以这叫灵虚尘 就是空跟油之间的界限了 这是没法再分了 那么这个拿我们现代科学家 就是基本的物质 那么这是指这个叶微尘 叶微尘全体就是发界 那么整个发界就在叶微尘里面 所以它就是极召具足 如尽明而复尽 这个明呢就是召的意思 尽就是极的意思 这两个字 在整个大乘佛法修学是关键 极就是定 照就是智慧 定慧 可见的这个定与慧 是本来具足的 有微尘里头都具足吗 哪有法里头不具足圆满的定慧 那我们这个定慧到哪里去了 是在佛在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 在前面是出现评里面讲的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得相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真的 那么这一句话就把并根说出来了 你今天为什么变成凡夫 为什么把定慧设掉 就是因为你有妄想 你有执着 明白这个道理 佛法的修学 不管哪一种 不管是哪一个法门 这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说穿了 就只有一桩四千 恢复我们本性里面的定慧 除此以外 什么都没有 这个是佛法 所以佛法叫内修 从内心里面去自证 不能向外叛远 往外叛远 决定是你 一定要求内政 内政最重要的就是定 定是什么呢 把我们的妄想执着 进化 你妄想执着是动的 它不进 定了之后 妄想执着没有了 这个叫做定 注意要记住 修定绝对不是盘垂面皮 那叫做定 那个错了 盘垂面皮 头脑里还在打妄想 那怎么行 那不叫定 华严精商 这个五十三餐 这是五十三餐 最后的一餐 五十三餐 里面这些菩萨修定 我们看到很多 他到哪里去修 到世禅 经上这唐朝的文字 世禅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世禅 博物公司 到哪里去修定去 那是什么 最热闹的地方 就光石场 这菩萨就光石场 在那里修定 光石场 看着这些产品 新出产的东西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他心里都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通念 这叫电 他定是这么修法的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是智慧 这是急照同时 这种修行法 你们能看到吗 你们看不到啊 你们对他轻视了 没瞧得起他 对那个什么呢 盘腿面逼 这大妄想的 这个人了不起 这是很佩服 所以你们都认假 不认真的 真正修行人 你们不认识 那个装模作样 假修行的 那个不得了 你佩服的五体到底 这个理论就在此地 所以这个境界 离死无碍 似死无碍 就是在一起 静缘 静是将物质环境 缘是将人事环境 在所有的物质环境 人事环境里面 去练你这个急照 就是修定会 我们在华严经 这么长的经文里面 看善财通质五十三餐 说叫历死练心 这个就是真正修行 是什么样的事 我们都要经历 在经历的过程当中 练定练会 最重要的 就是在境界里面 学不起心 不懂念 不分别 不知足 你先练定 定自然就生会 会能帮助你定 定又能够帮助会 互为因果 下面这个比喻说 故能信多金如己一种 他这是把每一个微尘 比作一面镜子 镜子能互相照 我们现在要是把它比作灯 那就更容易了解 你看这一个讲堂里面 这么多支灯光 每一个灯光 都是互相交融 虽然互相交融 可是每一支灯 还是每一支灯光 为什么呢 你熄掉一盏 这盏灯光 没有了 并不是跟它混杂 这块洗也洗不掉 不可能的 这就好像一叶为成一 它有整个现实交融 所以交融 它里头又过过 又是多利 所以你不能说它是一 也不能说它是多 你要说它是一 它交融 你要说它多 它确实它有它个别的特性 就如同灯光一样 我们看到这个光明 不能说多 也不能说是一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多镜能够被一个镜子照在这里 一个镜子 它又会被许许多多镜子照在里 一几十多 多几十一 一朵不二 就像我们灯一样 光光护照 一朵不二 这个是交相映入 说一见即而 与尽皆然 这是比喻上容易懂 然后再和前面的法术 说一尘即通发戒 即而又照 故能喊一切法 如即一种 就跟前面比喻一样 所以诸位晓得 即使是再微小的 这一微尘 这一微尘实在讲 就是一个宇宙 这一桩事情 现在已经被科学证明了 比如我们讲小的 一粒芝麻 或者是一粒尘土 我们肉眼看得到的 一粒沙子 沙子很小 一粒沙子 在显微镜之下 看到的是 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 原子电子 它当中也有一个星座 旁边有很多电子在围绕 就跟太阳系一样 就跟营和系一样 难道那个营和系里头 没有众生居住 没有佛菩萨 是你的讲经说法吗 所以说一微尘里 转大发冷 它那个世界 那个太阳系 那个营和系 跟我们这个大营 没有两样 这是新年代科学家 发现的证明 这是真的 所以你才想到经上常讲 特别是大臣经上 佛在一毛端里 转大发冷 这一毛端 一毛端就又成了 这毛端上又成了 这个成真的 在高倍显微镜下 看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宇宙 就是像一个星系一样 如果再把它放大 几千万倍 几亿万倍 也许看到那个里头 有众生 看到那个里面 既有众生 当然佛菩萨就化身 那我们就身上 一身的矛盾不少 不知道多少幅 在这转发冷 这些统统是四十 所以这个华言 的确讲的圆满究竟 那现代的这个 这个科学来讲的时候 那也是 第一流的 这个 这个 天体物理学 也是第一流的 可惜这些科学家 没有去念华言 他念华言 可能比我们发现的还要多 他有这些科学基础 此一臣又如一切法中 交相印书 一臣其耳一切 截然 重重 交应耳无敬意 皆有真皆果 这个就是一臣发现 这个一臣 注意这一 跟真这两个字 一定要一才能够见到真 二呢 二就变样子了 样子就走掉了 所以我们常讲众生 三心二意 不是这个 三心二意 出自于佛法上 三心 是唯一识里面讲的 阿雷也是 莫纳是一识 这个叫三心 二意呢 是指莫纳给一识 莫纳是一根 第六是一识 这二意 三心二意 这个不能见到 不能见到 就是不能见到 宇宙万发的真相 你见不到 你用的三心二意 那么今天科学家 借助于最进步的 科技的仪器 发现了 看到了 他看到的 只是一个外表的像 也就是看到 当然了 不知道其所以然 为什么是这个现象 他不知道 侯宽这个现象 他还没有能够 彻底的明了 就是发现 这一粒沙子 一粒尘土 是一个 是像一个营和西 但是这个里面 还有许许多的众生 他没发现到 依旧还是看不见 他还不知道 这个小世界跟大世界 是一不少 这个他不晓得 所以 这个佛法 清净万论的 就叫我们学一 禅宗里的常说 舍得一万死必 一切死都没有 只要你认识一样 什么死都没有 这单单认识 不管用 事情还是没了 要真正如 如了什么呢 就是一心 净土发门 他修学的重点 就是一心不乱 重点就在一心 你能够 这个恢复到一心 一心是本有的 一心就是真心 这个里面 没有妄想之主 妄想之主 就是三心而已 那么你对于 整个宇宙人生 你就彻底明白了 为什么呢 这吉尔长照 照见 这才有这个能力 能力恢复 从这个地方 也能够清楚地体会到 我们的病根 就是在妄想之主 这个是六道生死轮回的根本 这个根本要不拔除 六道轮回 绝定不能超越 深深事实 你就搞这套 永远都是没完没了 最佛法 不管哪一个宗派 不管是什么法门 显宗也好 密宗也好 你要能够把这个原理原则 掌握住了 我想不至于走错路 那就是记住 不管什么方法 都是叫我们心得到清净 如果这个方法 我们修学 与我们的清净心 没有帮助 那么这个法门 对我就不适合 好像我们有病吃药 你要吃了 不见效了 不见效 我们晓得 马上会停止 赶快想办法再换 换处方 在修行人 也是如此 修行人 你修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心定不下来 心不能清净 那么你就赶快就换方法 哪个方法门都一样 法门平等 无有无高下 但是 每一个人的根性不相同 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 所以这个方法门就需要选择 那么这个一段呢 介绍出来了 下面呢 是举两个人来说明 就是真正入了这个境界的人 首先呢 举福 福入了这个境界 完全恢复本来面目了 实在讲 这个就是禅家讲的 父母为孙亲 本来面目 摩佛的知 这是说本思释迦牟尼佛 妙见真觉 阔间晨曦 寂寥与万化之源 动用于一须之中 荣深叉亦相寒 流深光亦霞煮 那么这个一段呢 这是福入了这个境界 你看他做自在 这个注节 我们看注节 这是第二段 这个序文是第二段 那么这就人 来显示 也就是来说明 这里就有两段 粗越佛显 后越亡显 这个佛是真的 亡是配称的 初中 这是第一段里面 有三 第一个是智德 第二是断德 第三是恩德 我们先看第一段 第一段就是前面这个句 妙见真觉 见 是吕见 这两个字的意思 简单的说 就是把这个道理 完全融化在我们生活行为之中 这个就是 就是妙见的意思 生活 行为 就是一阵法界 一阵法界 就是自己的生活行为 佛做到了 此地说的佛 给主说 分正祭福 就知道 不必到究竟 你看禅宗常说 明心见心 见心成福 无名有四十一品 破一品无名 见一分真心 只要破一品 见一分真心 就入这个境界 所以这个就叫做 正等正觉 不是无上正等正觉 正等正觉 就是这个境界 所以在维世学里称之为 同身心 虽然没有到究竟圆满 但是他的境界 他的受用 跟佛是一样的 跟无上正等正等正 就是相同的 同身心 没有正的这个境界之前 那么菩萨叫一身心 也就是他跟佛 用的心不一样 境界不相同 那么一身心说 哪些呢 我罗汉 毕之佛 全教菩萨 所谓全教 就是没有见性的菩萨 没有破五名 没见性的菩萨 这叫一身心 他跟佛不一样 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些话 就是说明了 入这个境界 我们有指望 如果说究竟佛会 那我们就不要想 我们恐怕没有指望 如果说是破一片无名 这一份真性 我们努努力 也许一身还能办得到 可以能入得了这个境界 那么下面给我们解释了 真者即清净本者 清净 就是没有任务 诸位要知道 七情五余是任务 分别执着是任务 答妄想更是任务 想过去 想现在 想未来 统统是任务 那就不清净了 离开一切 妄想分别执着 这就得清净 清净心本来就就 清净心不明 下面在引经说 古妙颜平云 妙颜平是华颜经前面 前面的一品 最前面的一品 经上又说了 一见如来 曝光明地 因为华颜会上 地位最低的 是原教促诸菩萨 最高的是等教菩萨 四十一位 法身大死 我刚才讲了个话 是有根源 是原教促诸 就有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给诸位说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 十报庄严图 西方极乐世界的书生 不是书生 在十报庄严图 十报庄严图 跟华颜世界没有两样 跟十方祝福的世界 十报图也没有两样 书生在哪里 书生在西方极乐世界的 凡圣通知图 方便有余图 这个粮图 里面这个情形 跟十报庄严图相同 这个不可思议了 所以待业往生 一平祸也没有断 一到那里 就等于入十报庄 这个是不可思议 这个是极乐世界的书生处 踏方祝福世界 插头一头 没有 所以引这句经文来证明 彼探菩萨 律见佛经 菩萨从原教出著 就入佛的境界了 金明如来与见尽觉 深情不同 但引之一阵见子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一段文上说的 是佛 清真 他引华眼睛的是 出著菩萨 都是入了一针法界 这个一针的训练 实际上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念佛了 就是求一心不乱 如果你要能够常常训练 对于你这个一心不乱的 证得了 会提起 在实践上会提起 如何证得 在一切境界里头 尽量不要分别 不要自主 使心跟近平等 学着 顺境里面 学什么 学物生欢喜心